大家好,这里是穷色几欲,一个留不开钱的频道 过去我们介绍过日本的港区女子 那是一群打扮精致,穿梭于高档派对的女性 有些人怀抱嫁入豪门的梦想 有人则借此开拓自己的事业 这两大族群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实现积极跨升 在中国网路上,近年则兴起一个名词 捞女,广义来说 捞女指的是刻意从南方获取各种资源的女性 但跟传统的拜金女相比 捞女在手法与策略上不断升级 有媒体给出以下描述 当前的捞女比寻常的小三或拜金女还有远近 比知识女性更懂得走捷径 也比白富美更有手段 这一切的背后便直指中国广大的情感资讯市场 本期影片就要来聊聊捞女的话题 回顾近年的中国民间 我们可以看到多起感情纠纷事件 闹上了公众版面,成了舆论热点 2017年,北京一间科技公司的创办人苏享茂 因婚姻纠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而事件的根源或许就跟女方大开口有关 苏家亲友指控 苏男的前妻翟欣欣要求 要想离婚就得支付1000万人民币现金 再加上房产也都要过户 而男方最终选择亲身 到了2024年 中国又发生胖猫事件 虽然事件内容曲折离奇 风向不停反转 但这些事件已在中国网络社群上 引发有关捞女的热烈讨论 捞女一词源自香港 目前被用来描述那些 利用自身条件换取金钱的女性 但也有人认为 这个名字是对女性的歧视性用语 无论如何 捞女本质上离不开两大核心要素 感情跟利益 还有另一个故事 主角名叫陈妮 她出生在安徽的一个小镇 念大学时 她对自己的未来想象还很平时 找一份安定的工作 再找个工程师 共组美满家庭 然而之后的一次机缘 改变了她的一生 陈妮遇上了一个有钱大佬 对方改变了她的眼界 还出钱赞助她到美国念书 回国后的陈妮成了女强人 自己创办公司 踏上跟原本想象中 截然不同的道路 回顾这一段过程 陈妮表示 捞女这回事并不可怕 可怕的始终是贫穷 相比之下 传统的拜金女可能比较简单 找个有钱男人 嫁就完事了 但现代老女 要具备的不只是外貌 还要有脑袋与手段 才能在金主的支持之下 实现个人的成功 捞女这个名词 伴随了浓厚的负面意味 不仅男人防着 多数女性 也看不惯她们的作风 打开小红书 上面就有许多议论捞女的话题 有人说 许多捞女不仅自己收入低 打走脸充胖子 生活圈也都是低收入 高消费的朋友 有人还说 市面上就有一些老女速成班 教导如何 让男方心甘情愿奉献钱财 有中国媒体亲身走访 揭露这些课程的真相 经过观察后 她们发现 有不少课程主打情感咨询 但实际上 却是在教导 她们如何打造民运人设 或扣折各种手段 从男方手中 拿到车房跟金钱 在这一切之下的底层脉络 正是中国女性 透过物色男性 实现向上流动的目标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已反映出 两性在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 按照麦肯锡 2023年发布的报告 当前中国女性 正面临以下几点挑战 首先是薪资上的不平等 当前中国职场 存在同工不同酬的现象 在同一职位等级上 女性的平均月薪 要比男生少了约人民币 1250元 其次是升迁上的不平等 在中国 女性想取得一般入门职位不难 但到中阶管理阶层 女性的占比就只剩两成 而在顶端的高阶管理与董事会 女性成员就只剩一成 除此之外 还有部分领域存在职工性别比例悬殊的现象 我们这里先不讨论背后的脉络 单纯看数字 女性在中国的就业之路 就是比男性还窄 也更难爬向高处 也因此 不少人认为 在经济与权力上 只要性别一天不平等 老女就有存在的价值 事实上这道理古今中外皆然 而当代中国特别之处在于 感情与利益之间的牵扯 现影衍生出庞大的商机 2013年底 名为区区大女人的博主 被控宣扬不良的恋情观 借此麦克牟利 遭到多个社群平台封禁 在粉丝眼里 这位博主鼓励他们自我提升 拒绝被恋爱脑控制 是一名强大的情感导师 但看在反对者眼里 区区只是用独立自主的唐一 包装捞女的现实 而区区当初之随走红 一切要收回金融界的一则八卦 距今不到一年前 一名女生连线向区区求助 她是一名年收百万人民币的 金融业销售员 拥有鼎大硕士学位 但在感情上遇到难题 当时她要在两名男性之间 做出抉择 一方是大她15岁的前男友 要拿出2000万人民币给她买房 另一方则是年轻的现任男友 两人交往两年多 其间男方已砸下250万元 虽然她跟现任男友已论及婚嫁 但当女方提出再要400万彩礼后 两人关系陷入僵局 这时她便找上区区 去问该如何做出抉择 由于这次的咨询中 女方透露的数字 与资讯实在太过详细 结果一女两男三人全被其底 事件冲上热搜 不仅真实性获得证实 世光网友在嘴嘴称奇的同时 也让区区赚了一大票流量与人气 此后她不断扩大经营 时至今日 区区已知的变现管道 就包括了麦克连线导师一对一咨询 与一美抽拥 年收入超人民币一亿元 像区区这样的女性博主 在各大社群平台随处可见 由此凸显出中国民众 对情感咨询的巨大需求 时间拉回2008年前后 美国的搭讪理论 以及遍体后的PUA 一套又一套的感情理论 正走进中国社会 此后数以千计的约会咨询网站诞生 极大主要平台的会员人数 动辄数十甚至上百万人 每个咨询公司主打的策略不同 有的相对问候正规 比如教导男性穿搭与约会技巧 有的却剑走偏锋 将PUA课程化发展 教导学员心理操控的方式 来获取女性的身心 随着负面事件日益增加 中国政府开始对业界展开茶器 但与此同时 业者也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过往针对男性客群 端出的课程 虽然需求广大 但男性的付费周期短 年轴度较低 因此他们便打开了新的市场 开始经营女性客群 时至今日 针对男女情感咨询的课程 如今多半都是以直播形式存在 跟主播连线互动 有的是装脚 有的是真实客户 而主播们在上播赚钱之前 也都买过相应的课程产品 一整条产业链 从上游到下游都有赚头 锁定的就是感情咨询市场 庞大的潜在利润 目前行业内最热销的解题类型 不外乎脱单 嫁给有钱人 与老女课程 后者正是当前 弹性杠杆最大的赛道 有鉴于许多案例中 高得惊人的获利天花板 不少人甘愿砸钱投资自己 期望在未来一本万利的回收资金 总结来说 老女话题在中国的高热度 背后有人们对拜金文化的厌恶 个体对向上流动的需求 以及整个大环境中的美和压力 针对情感需求而生的市场 则把人类最原始的欲望 制作成各种产品 朋友们是否接触过类似情境 下方留言分享你们的经历 好了 这集的重奢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喜欢我们的话 可以加入频道会员 除了可以使用可爱的重奢军贴图 还能支持我们维持日更创作 期待你的加入 拜拜